在银色车在巷弄内倒退路 不过撸着撸着 撸到一台勾勾罗 电动机车被狠狠撞倒在地 见状后驾驶赶紧下车 将勾勾罗扶正 不过当下未报警 也未留下联络方式 就随机离去 勾勾罗的游行驾驶 事后不予追究 改由保险处理 就有不少民众 也遇过事后发现车子受损 通常都会选择这样处理 不够准啊 不够准不够啦 不够准啊 不够有什么够准 而这名肇事的驾驶 在下车时竟然是打赤脚 也引发讨论 有人说是为了 让柴油们的触感 能够更鲜明 赤脚开车的话 有的人他会觉得说 他的触感会比较好 踏板上面如果有尖锐物的话 你去触碰他 这样子脚也会受伤 那也会增加 他的行驶的危险性 不过这名驾驶 究竟是为了舒服赤脚开车 还是有其他的因素 但是撞到别人的车 就禁止离开 这下得先收下罚单 三立新闻将军杨林 沛宣台中采访报道